来 下一位 萨老师好 王院长好 我叫张岳 来自北京 今天听了王院长的这个讲授 我突然对我以前非常喜欢的一组诗 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就是唐代上官晚儿 有一系列诗 叫《由长宁公主刘碑驰25首》 他写的这个诗 特别跟他其他诗味道不一样 仰寻毛雨 浮冕桥枝 烟霞问讯 风月相知 意思就是我仰头看一看 我头顶的这个茅草屋 低头看看边上的桥木 烟霞跟我打招呼 然后大自然地风月 与我的心境相通 留杯池就相当于是 取水流伤 然后大家坐在旁边 留到哪儿停下来的杯子 你就得作诗一首 对 而且一下写了25首 我都震惊了 因为这个作者 一共才留下来30多首诗 杯子那天晚上 停下那么多词在哪边 之前也对这个很感兴趣 也有去找过 哪有真正的这种 取水流伤的景色 但是其实没有找到 我觉得诗词是生长的 那我们的古典园林 其实也应该是生长的 古典园林 未来我们要怎么去 延续和发扬 古典园林呢 那么高的成就 似乎到现在呢 延续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这其实是跟我们生活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生活了 所以说那个古典园林呢 跟我们今天再来享用来说呢 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远了 我觉得古典园林告诉我们 几件事呢 应该是给我们今天 能够参考 或者有很大的启发的 第一呢 还是人造的环境呢 充满了自然的气息 大自然的情趣 第二呢 古典园林是一个系统 相互之间呢 是不分离的 山 水 植物 建筑 家庭 是融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的工程呢 把它分专业了 那是建筑学 这是成就规划 那是园林 那是桥梁 那是水利 分的当然好了 可以把每个问题 处理得更清楚 但是分的结果呢 就是把一个有机的城市 给它肢解了 道路是道路 河道是河道 住宅是住宅 然后呢 咱们挖一块地 做一个公园吧 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大家全是融在一起 所以我们应该把 这些人工的这种设施呢 能够更加地让它兼容 成为一个系统 成为一个整体 在模仿原来的形式 必要性和意义 已经没有了 而是说它根上 具有的思想 自然地综合地 互相融合这种思想 其实对我们 还是有很大的启发 还是回到原来的主题 就是在我们的城市之中 营建于 适合于我们 今天人的生活的环境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 能够放松自己 放松心情 也能够使得我们城市 更加健康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人 要做的工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